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秀儿啊 你和薛鹏战时分居 是为了打一个赛官司是吗 是的 你走吧 什么 什么 你亲自出面去请秀回来 秀都不肯回来 老周 秀真的是为了刚辈还是 还是什么 那么聪明的人还是什么你不知道啊 还是韩律师 我觉得彭彭的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秀不是那种人 我没有说秀是那种人嘛 是说韩律师是那种人 一个男人死缠烂打的 女人嘛就容易心乱 再说他们过去不是有感情的吗 时间异常了 时间异常怎么了 你就别瞎乱怀疑了 我看哪 薛鹏的毛病就是你遗传的 呦呦呦呦呦呦 你发什么火呀发什么火呀 我告诉你啊 秀不回来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 你被把气撒在我身上 我不是冲你发火 我就 你就是 因为您亲自出马请他回来 他不回来 你面子上绷不住 不是吗 我不了解你啊 我从认识你到现在 你面子面子你还是面子 在外人面前呢 你保持着一种知识 尊严 卢雅智慧 让人觉得你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 在儿女们面前 就装着做一个好的 你什么坏事都让我去做 现在成全你了 儿女们面前 您是慈父 那我就是严母 没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在儿媳妇面前 你想当一个好公公 让我做一个恶婆婆 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说儿子是我惯的 是我惯的吗 您不是一直教导我说 对于儿女就要严加管教 就得让他们循规蹈矩 他五岁以前 就没有一点点儿童的欢道 被我们关进小屋子里边 从这个连环画 看到那个连环画 长大了 人家自己有出息了 给你长脸了 你倒是好一口一个 他是随你的 随你的 都随你吗 随你吗 都是随你了吗 他现在不行了 犯错误了 不好了 你又说是我惯的 老赵同志 我得告诉你啊 秀和我儿子 最后到底会怎么样 不管我们俩谁唱红脸 谁唱黑脸 没有用 你着急上火冲我发脾气 更没有用 好 今天呢 就趁这个机会 你把你心里想说的话 你就都说出来 我说完了 孩子们是分是合 是他们本身的造光 行 那就这样 他们的事咱不管了 咱们当父母的 已经人之一尽了 他们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 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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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面子又崩回来了 来 橘子 这就对了 它是我们的唐人 会儿子 我们说话 我们说什么 知道 你不听了 要求我 还说 这就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对不起你 我没照顾好童童 我也没照顾好童童 我辜负了你的期望 我不配做王家的儿媳妇吧 你原谅我 阿姨 阿姨 好 王太太 王太太 我们能谈一谈吗 你不是要谈吗 谈什么 我本来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那是因为你欠我们王家的 所以 你不好意思开口吧 王太太 这件事我们大家都是受害者 你受害最深 所以我能够理解 你作为一位母亲 一位妻子现在的心情 不管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都不会恨你的 可是我恨你 我们就这样恨下去 要恨到什么时候 到你跟我一样惨的时候 那我要变成什么样子 你才可以满意啊 等你彻底失去钢绷 失去赵学鹏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儿子 我会有办法让你低头 我们就不能再谈一谈了 我给过你机会 可你没珍惜 王太太 你为了你的女儿童童 可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为了我的儿子我同样 我甚至可以比你更疯狂 真有意思 那就让我看看 你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儿子吧 你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儿子吧 你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儿子的儿子 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儿子的儿子 妈妈 那个阿姨怎么了 那个阿姨啊 她没怎么呀 自己把拖鞋换上啊 干妈呀 干什么 秀 你回来了 谁干嘛去啊 我妈刚刚跟我来电话 说我爸心脏病犯了 我得回省城一趟 这么严重啊 我也不知道啊 急死我了 别着急 行 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啊 行 对了 秀 你别向我啰嗦 我再嘱咐你几句 这段时间 千万不能让薛峰 再解除钢绷了 过了这一阵怎么都好说 我知道了 好 那我先过去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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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妈 先进去 妈妈 再见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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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本的早餐奶买了没有 买了 在哪儿呢 在的 在的 秀的巧克力奶呢 秀有滴血汤 她每天必须喝的 你刚刚进去 第一个跳的就有那个 哪儿呢 在这儿 我看看啊 还有什么巧克力美 没有啊 好 好 都买齐了 给你嫂子送过去吧 哥哥 这个很重的 我想打车 让你办这点事你就敲我竹子 打不打呢 那你没办法 拿去吧 跟你嫂子说 我不在了这段时间 让她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照顾刚辈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尤其小熊那个韩语分 去吧 小心别撒了 雨飞 我父亲心脏病犯了 我要去省城几天 秀那边的事全拜托你了 如果叶家家有什么举动 你多帮帮秀 我很快就回来 目前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哎 人家把路都封死了 我们只能再等机会 另想办法了 那你说这段时间 赵学鹏要是违反法院公函 擅自去劝钢棒 那会是怎么样呢 这当然对你有利了 不过我想他应该没那么傻巴 我告诉你啊 上次跟你那么一弄啊 赵学鹏肯定是提高警惕的 我看你要是再想办法栽赃陷害了 他就没那么能力了 只能等他自己再犯错误了吗 那目前为止 我们有只有耐心等待喽 刚才你的手机响了 你没偷看吧 有机事啊 没事 天气预报 怎么又买这么多吃的呀 不是我买的 是哥哥买的 他非得让我送啊 我这都快开超市了 真是浪费 坐这儿 你哥呢 我哥说他来了不好 所以就没来 嫂子 哥哥这一次 他真的想通了 他说他再也不给你惹麻烦了 你就原谅他吧 好不好 我也没钱怪他呀 秀儿 秀儿 语飞 你怎么这么大意 连门都不关 多危险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啊 这丁杰不是 这丁杰不是出门了吗 你一个人在家 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孩子 哪忙得过来呀 你看这多好啊 省得你跑超市了 谢谢 你们聊啊 这我还有事呢 先走吧 行 那你忙吧 好 不送你了啊 他不是第一次来了吧 走 我们可以多吃 去吧 妈妈 我去玩 嫂子 你对我哥不公平 我生气了 别生气 我跟韩予飞只是朋友 那你还收人家东西 坐 韩予飞她现在在帮我们 而且是冒着被吊销律区执照的危险 我总不能把她赶出去吧 那你 你可不能喜欢她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她那么会讨你的欢心 人又精明 一肚子地成福 我哥可都不过她 傻丫头 我要是想跟她好 六年前我们两个人不就在一起了吗 这倒是 嫂子 我跟你说啊 韩予飞这个人呢 她适合做情人 但是呢不适合做老公的 为什么呀 你想啊 这么一个会讨人欢心的人 做了你的老公 那你不可累死了 你就得提防着 万一她被别人抢跑了呢 呦呗 你可真厉害 什么都懂 不是 今天这事千万不能告诉你哥哥 为什么 你哥哥不太喜欢韩予飞 要是让她知道 她来我这儿找我 她肯定又生气了 到时候又发脾气 好 我答应你 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吧 以后尽量少见她 好 哥 你在厨房干吗 接下来 快快 尝尝我爆的汤 你爆的汤 你怎么用电饭煲煲汤啊 不行吗 煲汤应该用砂锅 那怎么办 倒过去 别别别别别 要从头用小火慢慢炖的 这 你先别管了 先尝尝味道 说不定很好喝的 如果味道不错 明天给你嫂子拿过去好了 好吧 怎么样 哥 你要努力 不可能 我对着书做的 你尝啊 好像真的要努力 不会啊 你看啊 盐四十克 糖 我 我银河糖放反了 看清楚没啊你就做 全功尽弃 别啊 看我怎么给你补救 还能补救啊 太好了谢谢你啊 来来来 看清楚没 煲汤啊要用砂锅 好 那我来我来我来 小心 那东西给你嫂子了吗 给啦 你嫂子怎么说啊 我咋子 我好烫 收到你的东西可高兴了 真的 那还有没有见到别人哪 没有 没有 真的吗 而且我嫂子还说了 以后再也不见那个韩与菲了 真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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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啊让开 看看我怎么给你煲汤的 好的 谢谢 好好许 只可惜出师未解 后来我一看 原来是盐和糖放盗了 要不然的话 明天就能烧过去给你尝尝 你真的下厨房了 你还会做饭呢 天哪 天哪 我真没想到 我都想象不出来你那是什么样子 我下厨房怎么了 等你回来我亲自报给你喝 让你看看 雪鹏 那天 我在气头上 有点太激动了 对不起啊 是我太过分了 别说对不起吧 是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还逼你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们两个要能像现在这样 永远像现在这样该多好呀 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开心的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乱发脾气了 女士都为你想想 好吗 肛贝怎么样了 她的头没事吧 已经没事了 全好了 我明天再给你打 行 我不跟你说了 你也早点睡吧 明天别起碗了啊 上班可别迟到了 一会儿睡前喝一杯牛奶啊 我说你怎么越来越像我妈 行了 快睡吧 请我一个 拜拜 晚安 挂了啊 喂 叫叫 我下午一点半的课 你现在到哪儿了 你现在到哪儿了 那个我先挂啊 就这样啊 焦焦 刚报 妈妈要去上班 你一个人在家好吗 不 妈妈我怕 你都是大孩子了 有什么好怕的 妈妈我不要你走 来了 雨菲 好 钢班呢 在屋里呢 韩叔叔 过来 叔叔想你了 雨菲啊 你来得正好 我这下午一点半有课 本来呢 焦焦说要帮我带钢班 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你下午有时间吗 没问题 我最喜欢我们钢班了 对不对 我三年半就能下课 我马上就回来 那赶紧走吧 别迟到了 钢班 听韩叔叔的话啊 跟妈妈说再见 妈妈再见 亲一哥 好 我走了啊 不送了啊 好嘞 慢走 钢班 今天是叔叔先给讲故事 还是玩游戏 还是唱歌啊 玩游戏 好 南区的房子 由于绿化的关系 我建议颜色不能太深 北区的房子的外里面 我还是建议 用涂料不能用磁钻 把我的建议转交给工作部吧 去报答 还是要工作手册 向教科部门去盖章和签字 大家抓紧吧 喂 碧姜 大哥 有事吗 让我跟我的儿子说几句话 我想他了 你没在嫂子家 什么 我这下午又是在开会呢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你嫂子今天下午有事 你昨天还不说今天有空吗 真是的 就这样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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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电话已关机 Mori 导致电话已关机 导致电话已关机 Mori 吴风 今天下午没事了吗 应该没事 帮我请个假 我先走了啊 陈亮先生 往街去 你去吧 我不去了 我孩子在家等我的 你们去吧 那我们先去了 好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喂 佼佼 你给我打电话了 嫂子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急死我了 我上课呢 手机关机了怎么啦 哥哥刚刚打我电话 听说我没去你家 他以为没人照顾钢柯 钢柯一个人在家 他听说就急了 他自己去了现在 你哥去我那儿了 嫂子 谁在家看着钢柯呢 坏了 韩语飞在呢 怎么是他啊 嫂子 我现在正在去你家的路上呢 你也赶紧回去 千万别叫他们给撞上 行 我这就回去啊 快点 跟着他 跟 跟什么 你不用问那么多 你只要盯着赵月鹏 他一旦进了盯一家的门 立刻把照片给我拍进来 他就会发现法院的规定 就算接触到了钢柯 我就可以立即到法院去申请 不要回钢柯的战事监护去 哦 明白明白 赶快去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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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你看 这儿去跑 哥 快点 你怎么来了 你上哪去了 我 我上班啊 那钢柯呢 我 我让邻居帮我看着呢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一个人把钢柯扔下了呢 哥 你才急死我们了呢 你不知道现在不能见钢柯吗 你还说我 你不是说话来接班了吗 人哪 别说佼佼 我哪知道临时有事啊 好 爸 这个女哥们 我给他买的玩具 怎么没这么一个 好玩 你干吗去啊 我回去上班了 我请假出来了 回去晚了扣工资 走了啊 那你慢点啊 拜拜 吓死我了 我以为铁达尼克要撞冰山了 我也差点被吓死了 走吧 钢柯 妈妈回来了 钢柯 谁来了 你看谁来了 钢柯吗 钢柯 钢柯 睡觉了 你在啊 钢柯呢 不知道啊 刚才看到你哥哥吧 你个小坏的 你敢吓唬妈妈是不是 我的头 我的头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钢柯啊 叔叔玩的捉迷藏 好不好玩啊 好玩就好 你不能怎么这么惯呢 你们回来太好了 我这还有急事 那你先走吧 谢谢你啊 余飞 客气了 碧焦 再见啊 来 钢柯 给叔叔飞一个 再见啊 谢谢你啊 余飞 太客气了 走了 去跟小姑玩去了 跟小姑 来 看看爸爸给钢柯买的玩具 小娇 这种油是不是特别好用啊 怎么了 还生气 没有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他正好来了 就请他给我帮帮忙 我又不是因为那个生气的 那是因为什么呀 我是觉得那个韩雨飞 她好像太优秀了 马上就要把我那哥哥给比下去了 我就替我哥担心了 嫂子 你可千万要坚定不立场 你知道吗 你还不相信我呀 在我心里 你哥哥是最优秀的 真的 当然了 你哥今天表现不错 最近情形怎么办 其实挺好的 而且他在家里面的表现也挺好的 是吗 你听我说啊 他昨天给爸爸修剪盆景来着 而且他还替妈妈洗衣服了 你想啊 这些哪是我那个少爷哥哥 他以前会做的呀 我觉得他最近的状态好像 好像 什么呀 好像你刚去洗澡那会儿 他就这样 真是奇怪啊 我们只要一分开 他的生活就特别正常 你瞎说什么呀 嫂子 不准瞎说 真的 你想一想 我们只要一分开 他就不乱发脾气了 还帮家里做家务人 记不记着 我在西藏的时候 我和你哥哥不是经常通电话吗 嗯 在电话里面他嘘寒问暖的 情绪可好了呢 真是奇怪啊 我们一见面 真是奇怪 嫂子 我觉得那有可能 是妈妈经常劝他 所以哥哥就想开了 你说 妈妈少开导他过吗 你每次听到 那可能妈妈这次开导他 他真的想通了 嫂子 你相信我 走 邱老师 请喝水 谢谢校长 校长 是全体师生都要去西山参加购后晚会吗 是啊 那天你走得早 这教室大会没有通知到你 一定要去吗 因为晚上要搞个篝火晚会 还要在那住一宿 学生多 怕老师忙不过来 所以全校的老师都要去 校长 我想跟您请个假 我孩子太小了 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 像你丈夫照顾一下吗 我 我 我丈夫他出差了 你就没别的亲戚朋友了 陈老师 这次活动要加入考勤 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法 我再想想办法吧 谢谢校长 丁洁 今天晚上真的回不来呀 没事 没事 放心吧 行 那带问你爸妈好 好嘞 喂 教教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要去那个西山露营去 是学校临时通知的 你们能过来帮我陪一下钢辈啊 嫂子 我最好的朋友现在结婚 我在沈城呢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 那个爸妈呢 我爸跟我妈去看救姥爷了 今晚就我哥哥一个人在家呀 你过不来了是不是啊 那行吧 好嘞 挂了啊 喂 雨菲啊 你今天有空吗 能不能来丁洁家一趟啊 行 怎么了 我找你有点事 好吧 好吧 再见 雨菲 这是干杯的营养药 一会儿饭后来吃一片 我放在这儿了 好嘞 饭餐我都准备好了 在冰箱里面到时候你热一下就行了 好 还有 晚上要叫他上厕所 不然呢 这家伙又有床 你可真啰嗦 钢班一会儿就上叔叔跟你了 开心吗 是 他要接着给我讲猪八戒的故事 讲猪八戒的故事 钢班还听韩叔叔的话啊 还有 早上呢不能让他哭我喝牛奶 不然他胃不舒服 知道了 赶紧走吧别迟到了 那我走了啊 走 送妈妈去啊 送妈妈啊 对了对了 晚上的时候学朋友给我打电话 千万别急啊 行了 来 亲亲妈妈 听话啊 妈妈明天一早就回来 真乖 听话 再见 玩得开心点 拜拜 拜拜 钢班 就剩咱们俩了是先讲故事 还是先做游戏啊 先做游戏 好嘞 来 拜拜 咱们俩 问她 там 我脱了 他在不想做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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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跟学红说我不在家 韩与飞在家照顾刚辈呢 你千万别让学红上楼啊 我知道了 怎么了 神秘兮兮的 没什么 修儿让我带着女人用的东西上去 嗨 学鹏 我都回来了 你回去吧 那我走了 我明天给修打电话 早点休息啊 好 怎么回事啊 叶女士 眼看她就要上去了 而且韩律师还在家里 他们肯定会闹钱 可谁知道 可谁知道 突然那个女律师回来 把她给拦住了 行了 没事了 你走吧 好的 儿子 明天是韩以菲生日 明天是韩以菲生日 刚半吃个包子吧 粥来了 刚半别烫着啊 慢慢吃 刚半 谁回来了 刚半 我的儿子 你还高兴的 小妈妈了吗 我看看 我看看 听话没听话 没听话呀 雨菲 辛苦你了啊 客气 来 刚回来吃点早点 这是怎么了 尝尝我的手 还亲自家厨了 天下第一周 试试 太好了 人家天下第一周 晓儿 你一回来我就放心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不吃早饭了 我从来不吃早饭 走 送送韩叔叔 别送了 你刚回来挺累的 韩叔叔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走了啊 晓儿 慢走啊 我看看 你让我看看你 好 哎呦 你喝了饭了 刚半 我的儿子 啊 啊 怎么了 啊 嗯 谢谢 你叫名字 嗯 哎 丁姐 不好意思啊 让你还跑回来一趟 你还说呢 要不是我及时赶回来啊 就要麻烦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学校临时要组织什么 勾客晚会 急死我了找不着人 好了好了 这不没事了吗 哎 你爸怎么办 哎呀 没什么大事 不过我还得回去一趟 你还要回去了 嗯 过两天就回了 行我走了 你给我走吧 你给我走吧 快吃饭吧 行 来 我们喝粥 尝尝 还是说做的粥 好